王冲,自重任,快继郡尚于县人。王冲的祖先来自魏郡元城,王冲从小失去父亲,乡里人称王冲是一位孝子。 后来,王冲到京师求学,在太学完成学业,跟随幼福丰人颁标学习。 王冲博览群书,不喜欢专注于张聚解释。 家中贫困,无钱买书,王冲常在洛阳书寺游逛,不花钱阅读书寺里售卖的书籍。 王冲很聪明,读书能够过目不忘,记忆力很好,靠着这种方式。 王冲博览百家书籍,后来,王冲返回家乡,专心教授学生。 再后来,王冲出世,在郡府担任公曹,多次向郡太守提出谏言,不被采纳,王冲挂官而去。 王冲喜欢追根溯源,对难以理解的事情,诡异的看法,总是能够找出合理的解释。 王冲认为当代学者大多没守成规,固有的解释很多都失去经典原意。 王冲闭门前心读书,尽心思考疑难,谢绝一切吊丧,喜庆,问礼等俗事,家里的墙壁,窗户上,挂满了书写用的刀笔。 王冲著述论横85篇,有二十余万言,在书中,王冲将各种事物分门别类,详尽解释,以回答世人对事物的疑问。 周部刺史董秦,征召王冲,任命为从事,后又改任至终。 王冲辞去官职,返回家乡。 有人同郡仁谢仪吾,向朝廷上书,推荐王冲,说王冲学问渊博。 张帝召令公车署,特召王冲,因为有病,王冲没有去经施。 当时,王冲已经七十岁,年迈体衰,仍然始至不宜,著养信书十六篇。 在书中,王冲强调,人要节制是欲,以养精神。 何帝永元年间,王冲在家中病逝,王福,自节性,安定郡临经线人。 王冲从小好学,怀有远大志向。 重视节操,与马荣,斗章,张衡,崔苑等人,关系很好。 安定郡的风俗,看不起妾生的子女。 王冲的母亲,为侍妾,家族没有亲人,被乡里人所欺武。 从河地,安地以后,世人大多离开家乡,在外游换做官。 做官的世人,又相互引荐家乡人。 王冲鄙视这种做法,由于不合于世俗,王冲迟迟得不到推荐。 王冲置存高远,对世俗的看法愤懑不平,隐居著书,著书三十余篇。 在书中,王冲讥识识证,特别对接人待物,提出看法。 王冲不想在仕途上显露名声,为书起名字,潜伏论。 书中旨意,多为揭露石壁,阐明事理。 人们从书中可以了解当时的风俗民情,该书分为五篇。 贵中篇说,帝王所敬者天也,上天所爱者,人也。 如今,仁臣接受帝王的职务,治理上天所爱的民众,岂能不失以仁爱。 为民众带来福祉,当民众有困难时,岂能不失以援手,为他们排有解难。 君子一旦担任要职,就要设身处地,想着民众的利益。 身居上位者,要考虑如何推闲静能。 这样,才能够为居上而下不愿。 为居前而后不恨,尚书讲,上天的恩德,由人来实现作为帝王。 遵循天意,设置官员。 明王不能以私恩授予官职,忠臣不能以虚伪谋取职位。 妾人之才,被称为妾贼,妾具官位,又叫什么? 以犯罪手段,侵犯他人,势必会受到惩罚。 以获罪手段欺天,能不受到惩罚,三皇五帝时的大臣。 以道义士君,其恩德会及草木,其仁义覆盖封国。 因此,福祖传于后世,福音子孙,享受百事。 身处末世的大臣,以谄媚取悦于君王,不怕受到上天惩罚,专门以杀伐数威。 向百起,蒙田,秦国把他们当功臣,上天视他们为贼臣。 西夫公,董贤,君王认为他们是忠臣,上天视他们为贼臣。 一经讲,得博而畏尊,至小而谋大。 很少有好下场,得不称谓,其货阳必然惨烈,能不称职,其下场必然可悲。 窃具尊位者,上天会夺去其思考的才智。 即使有明察之资质,怀有人意之志向。 一旦富贵,就会被离亲人,抛弃旧友,甚至丧尽天良,疏远骨肉,亲近铲鱼,比搏好友,后遇像猪狗样的贼人。 宁可漠视千万家产腐朽,也不肯借贷他人一文。 明知仓库里的粮食便知,也不愿意借贷他人一斗。 亲生骨肉在家中愿望,平民百姓在街巷议论,前边副车之剑,后边微车在图,岂不令人痛心。 纵观前朝权贵的用心,与出生婴儿又有何区别? 婴儿常患病,权贵之臣常遭殃,父母有过错,人均同样有过失。 婴儿患病,是因为伤了脾胃,权贵遭殃,是因为过于娇宠。 婴儿哺乳过多,容易生病,权臣富贵之人,至交易满,容易惹祸上身。 过于溺爱孩子,会因溺爱而害了孩子。 过于宠幸贵臣,会因为娇宠而杀了贵臣。 这样的势力,举不胜举。 受到极刑惩治者,有的死在牢里,有的死在失踪。 这不正是无功于天,疑惑于人。 鸟以深山为家,还要把鸟巢住在高处。 鱼以深泉为浅,还要构筑巢穴。 然而,最终还是被人捕获,因为挡不住耳料的诱惑。 豪门贵妻居住的宅邸,起个吉祥名字。 大门坚固,还要用铁皮包裹,以铸铁为枢纽。 最终,仍然会家破人亡,并非考虑不到大门的枢纽不牢。 而是常担心财产不多,结果被交涉银翼所获。 对上,不能顺应天意。 对下,不能爱护万民。 只想着为所欲为。 千方百计,依仗君威。 弃妄神明,背离天意,犹如雷卵之祸,却想着泰山般稳固。 原本是昭露之行,却盼着传世之功。 岂不是糊涂透顶,糊涂透顶,扶齿偏蒋,帝王以四海为家,以依照百姓为子民。 一夫不耕,则天下忍饥受恶,一夫不支,则天下忍寒受冷。 如今,举国之民风,轻视农业,趋向商业,经商的车辆充色道路,游手好闲, 投机取巧之徒,冲涩都市。 种田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商议意,四方市及洛阳的都市,经商者十倍于种田者。 投机取巧,有守好闲者,又十倍于经商者。 这就造成一夫耕种,百人吃饭,一夫种丧,百人穿衣,一亿人侍奉百人,怎能保证供应。 天下有上百个郡,上千个县,县意的市场更是成千上万。 情况大致相同,经商与务农,不成比例,百姓怎么会不提鸡豪寒? 百姓提鸡豪寒,奸邪之徒,怎么会不成鸡作乱? 奸邪之徒很多,官吏致民,怎么会不更加残酷? 以残酷手段致民,天下怎能没有哀怨之声? 哀怨的人多,破乱的根源,就在其中。 天下百姓民不聊生,上天在降下灾疫,国家就危险了,百姓游富变贫,国家游富变穷。 动乱从变化中产生,魏王就会来临。 因此,圣王民主重视百姓的生活,顾虑百姓繁重的摇曳,以教化引导,防威渡渐,防止动乱的萌芽,以阻断百姓萌生邪念。 易经强调制度,强调节俭,不损伤物力,不滥用名利。 诗经有七月之诗,强调防威渡渐,周而复始,反复强调,由此看来,人的欲望不可过于放纵。 现在,人们的穿着讲究奢华,饮食讲究奢迷,喜欢搬弄口舌,又习惯于欺骗。 有些人把奸诈当作职业,有些人把赌博当作谋生。 钉状男子不服锄头,却怀揣弹丸,手持弹弓,相约上山游玩。 有些人用土制作弹丸售卖,这些人对外不足以抵御贼寇,对内不足以消灭鼠雀。 有些人制作泥车,娃狗等玩具,用技巧哄骗孩子的钱财,这些都是无意之事。 诗经讥讽,不计其麻。 世中婆娑,有些妇人不修妇道,放弃养残之博,学会什么误助。 祭谷跳神,以此愚弄百姓,迷惑家中的妻女。 那些身体衰弱,有病的家人,本来就心存忧虑,此时,则会变得更加惶恐。 致使家属狂奔乱走,离开正宅,在崎岖的山道上跋涉,受到寒风侵袭,奸人获利,贼人逞凶。 有些人深受污住的欺骗,以至于丧命,到死都不知道这是被污住所误。 反而后悔相信鬼神太晚,像这样被污住欺骗的例子,太多了。 有些人,在卷增上作画,写上注词。 有些人花言巧语,为人献上注词。 有些人迷废金色的彩卷,扩大衣服的尺寸。 有些人裁剪,将屡屡丝线,缠绕在手腕,用起弧缝缝制成齐帆。 动辄耗费上百的尖薄,花费千倍的功夫,把上好的丝卷做成无用之物,把本来简单的事情, 变得烦难,这些人坐享精米,消磨时光,山林不能抵御野火的摧残,江海不能充实有孔的酒气。 这些都是应该禁止的事情。 在往昔,孝文帝率身锤饭,身穿黑色粗丝制成的衣服,脚穿皮革制成的鞋子。 如今,京式的黄金国漆,衣服饮食,成于宅邸,其奢靡,剑阅礼制,超过帝王。 就连他们的玉手,铺切,都穿着锦绣起玩,格子声乐,童中女布。 佩戴犀牛,象牙,朱玉制成的饰品,用琥珀,戴帽制成假衫等物品。 经营错漏,穷奢吉玉,相互夸耀。 有些人家嫁娶,动用的车子摆出树里长镇,婚嫁用的题为冲涩道路。 跟随的骑奴,仕同成群结队。 富有者,竞相攀比,贫困者,自愧不如,一顿饭的花费,相当于贫困者终身劳作。 在古代,只有在郡王允许下,才能穿增丝衣服,乘用车马。 今天,虽不能像古时那样,也应该学习孝文帝,让百姓懂得节俭为上。 在古代,并列埋葬死者,以新柴为官,葬在野外即可,不封不住,也没有扶桑的期限。 后世圣人把新柴改为官果,以铜木为官,用隔藤捆扎,向下挖掘土壤不及泉水,距离地面不露臭气。 从中古以后,才改用秋子、怀、百春初等木材,各地根据条件,用胶,漆涂抹棺果,使棺果变得坚固,在地下存留的时间久一些,仅此而已。 如今,京师的黄金国妻为死者下葬,一定要用江南的诺子、豫章的木材,距离京师遥远的地方,也尽相仿效。 像诺章,豫章的木材,地处偏僻,要在高山上采伐,再从深谷中运出,通过海路,沿着淮河,速黄河而上,直到落水,木材上岸,再经过工匠制造,雕刻,经年累月,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制成重达千斤的官果,动用万夫之意,东便到勒浪郡,西便到敦煌郡,耗费人力,耽误农时,影响到万里以外。 在古代,死者有木,但不住坟,中古时,住坟,但不崇高,孔子藏母,坟高四尺,遇到下雨坍塌,弟子请求整修坟墓,夫子哭着说,在古代,是不修坟墓的,极致儿子孔里去世,孔子为儿子准备棺木,没有外国,文帝藏在紫阳,民帝藏在洛南,都没有在墓葬中埋藏珠宝,也不起山林,林木虽然悲矮, 更显示人均的品德高尚。如今,京市的皇亲国妻,以及郡县的豪门大姓,生前并没有尽力奉养,父母死后,却要大肆扑张。 有些还用上金履玉衣,官果一定要用陋子田。五,在墓葬中,埋藏大量的珍宝,偶人,车马,坟墓造得十分高大,墓区广众松柏,建起卢社,祠堂,为的是显示奢华。 浩义,避义两地的林寝,还有南城增西的墓种,都很简陋,周公并非不忠,增子并非不孝,包养君父的圣德,爱护父亲的名誉,不在于耗费大量钱财并恋,不在于埋葬大量车马,再往西,近林宫横征暴脸,用大量的财富凋落墙壁。 春秋认为林宫违背仁义道德,宋国大夫华元,乐举后葬宋文宫,君子认为宋国大夫违背臣子殷尽的道义,对比今天的官员,百姓,健阅理智,奢侈淫迷,更是违背天道,实供偏讲,重用贤者国家兴旺,重用铲鱼,国家衰败,重用忠臣,国君安稳,重用宁臣,国君危待,这是古往今来的定论,人所共知。 然而,国家衰败,国君危待的事实,却总是存在,忌种不绝。 难道说,在当时,就没有忠信,正直之士,或忠信,正直之士苦于建言,难以奏效?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实事之意,必有忠信。 在殷商末世,仍然有三位笃形仁义的忠臣,小小的魏国,仍然有很多君子。 今天,以大汉国土之辽阔,市民之众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努力,而官员却无善力。 身居高位者,却找不出良辰。 难道这个世代,没有闲事出事?恐怕还是朝廷取势用事,出了问题。 一般来讲,志向高原者,追随的人少,随波逐流者,聚集的人多,繁结交捧党,大多出于私心,背离食物,而趋于浮华。 能够推荐是人的官员,也不能按照是人的才干,品行作为举荐的标准,而是虚造生育,望生羽毛,忽略被举荐者的才能。 官员每年要向朝廷举荐二百人,考察举荐时的评价,得心堪比言回。 然有,在考察世人的行政能力,却不及中人,这样的世人,一旦担任官员,再转向举荐,其后果堪忧。 世人贵在能否发挥作用,至于人品,未必求全责备。 似有虽美,才能难以兼备。 三人崇高,决断差强人意。 高祖受命,拥有天下,辅佐的大臣并非都是完人,光武帝重用世人,有很多来自王莽阵营。 更何况在太平盛世,怎么能说没有人才? 明君圣王发布照命,犹如雷声。 忠臣硬鹤,犹如回音。 长短大小,轻酌徐集,必然有类似之物。 魔玉需用坚硬的石头,洗精需用石烟讨洗。 酌洗井段需用鱼镖,换洗布匹需用草木灰。 这叫做一物降一物,物有以见理贵,以丑化好者。 智者气短取长,重要的是功效。 今天,被举荐的是人,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 某人身上或许有瑕疵,不必求全责备,有的人见谈。 有的人见墨,各有其变,像萧和、曹参、周伯、韩信这样的人才,何愁不能发现。 像吴汉、邓宇、梁统、窦戎这样的闲事,将会接踵而至。 孔子讲,是没有想到啊,真想到了,人才怎么会遥不可及呢? 爱日篇讲,国之所以为国,是因为有人名。 民之所以为民,是因为有粮食。 粮食之所以丰收,是因为撒下的汗水。 汗水之所以能够带来收获,是因为日复一日的劳作。 国家太平,总希望太平之日长久。 太平之势,人民闲暇有余力。 天下大乱,国民就会度日如年。 在动乱中受困,能力就得不到发挥。 时光舒缓,并非西河之功。 时光缓慢,是因为君主开明。 人民服从治理,人才得到重用。 时光短促,并非太阳运行过快。 时光蹉跎,是因为君主昏溃。 城下作乱,国家不能有效治理。 孔子讲,既数则富之,既富乃交之。 礼仪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困。 富足感觉时光舒缓,贫困感觉暗无天日。 圣人深知人民乃国力之本,重视国家的基础。 朝廷要减省姚义,让民众得到休息。 当年,姚帝照命西河,要敬奉浩天, 遵奉实令,尽授明时。 在明帝朝,公车署规定在兄日不接受奏章。 民地听说后,批驳。 民众放弃农丧,远道而来,扣一缺门。 公车署竟然以禁忌为由。 拒绝奏章,这是为政者应有的态度吗? 遂撤销规定。 如今,蒙冤受区的民众,希望能得到申诉的机会。 当地县令,县长,却像神明一样,难以见到。 百姓放弃农丧,赶往郡府,郡府却以时间不到不予以通报。 不向官吏行贿,就看不到官员。 有些人不得不连日等待,有些只好转向打电, 或者拜托邻里,窥送食物,以应付受贿者。 辛勤劳作的时间被耽误。 天下人吃饭的问题,能不受到影响。 孔子讲,审理送案,我与其他人一样,由此看来。 中人以上,就可以判明屈职,相挺小利,也能判断是非。 之所以有这么多蒙冤受区的百姓,其中,必有原因。 理职者不屈不挠,离屈者产于行贿。 不屈不挠者,官吏得不到好处,行贿者盛行,就会逊私枉法。 如果诉讼案件出现反复,审案的官员要负责任。 官员已应付责任之故,不得不在县府违法判案。 雷若百姓缺少乡党的支持,要与当地豪生对部公堂, 怎能不蒙受园区,县里官员听信地方官吏,故维持原判。 如果诉讼出现反复,县官应付连带责任。 县官因为受到牵连的原因,案件诱上送至郡府。 以一小民百姓之身份,要与一县主官对部公堂,蒙受的冤屈,怎么能得到伸张? 诉讼之事再有反复,郡府官员已应付连带责任。 郡府官员已负责任之故,案件又移送至周部,以一小民之身份, 要与郡府官员对部公堂。 启蒙受的冤屈,怎么能有获胜的机会? 周部官员不离此案,案件只能上诉至三公府。 三公府不审理,案件只能千言岁月。 凭若百姓孤苦无依,当地豪强即可拖延时日。 像这样审理案件,什么样的冤案能够得到昭雪? 正直之事,心怀怨结,得不到伸张机会。 华丽奸鬼违法,得不到诚挚。 这是小民百姓容易受到侵害。 天下有这么多冤案的原因。 除上天降灾之外,仅以人为造成的冤案来讲, 从三公府到周郡,到乡县司法官吏。 为百姓诉讼判案者,案件错综,反复审理。 每日有十万件,一人有事,二人断案,就是三十万人不能经营。 以中等农户计算,每年有三百万人因为诉讼,要忍机受困。 盗贼滋扰,怎么可能消除? 太平盛世,何时可以到来? 诗经讲,莫肯念乱。 谁无父母,百姓不能富足,君王又如何富足? 这些问题,能不深思吗?能不深思吗? 数社篇讲,凡是治疗疾病一定要先查验脉搏之虚实, 病气之所在,然后再开出药方。 这样,疾病才能痊愈,寿命才可以延长。 作为国君,一定要先知道百姓的疾苦, 霍乱的起因,然后再颁布禁令。 这样,奸邪才可以制止,国家才可以安定。 如今,危害百姓最甚者,莫过于以前赎罪。 以前赎罪,恶人猖獗,善人受到伤害,怎么会这样? 百姓不做违法之事,官吏执法公正,不为地方豪强。 不惧奸鬼欺诈,造谣诽谤,要让人们知道, 奸华之徒,是花钱才得到赎免。 黎民百姓受到冤屈,需要到缺庭深渊。 一万人中,只有几个人能去,能得到神理者,百人中,不过一人。 能面对上书申诉,十人有六七人,会空手而归。 轻薄之徒,奸华之辈,一旦陷入法网,受害者家属,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以解心头之恨。 而为非作逮者,一旦得到赦免,就会让恶人趾高气扬,争相夸耀。 盗贼穿着盗来的衣服,堂而皇之地走在施主门前。 孝子看到仇人,无可奈何,被盗的财物拿不回来。 还有什么样的痛苦,能超过这些? 杂草不除,就会伤害庄稼,奸鬼不除,就会伤害良民。 上书讲,文王制定法律,绝不赦免罪人。 先王制定刑法的目的,并非要伤害人的肢体,剥夺人的生命,而是为了震慑奸邪,惩治罪人,为民除害。 因此,诗经讲,天命有德,五福五张以,天桃有罪,五行五用以,诗经讽刺, 比义有罪,如反托之,在古代,只有接受天命的君王,在天下大乱之后,因为法乱记者太多,一时难以用法律制裁,所以不得不采取一次大赦,让犯罪者自我更新,使百姓得到安居,促进天下大治,并非为了姑息养奸,放纵犯罪。 那些天性凶残的歹徒,犹如百姓中的豺狼,即使得到宽幼,也绝无悔改之意,一旦挣脱桎,早晚又会陷入淋雨,就是有严厉的县令,大隐,也不能使罪犯灭绝。 为什么,凡是成为大奸大恶者,其才能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会乔装打扮,混迹于世间。 他们用非法所得的财产,大肆行贿,以谄媚之词,阿于官吏,以便相互利用,除非有第五公的连结。 如果没有第五公的连结,又如何不被贿赂者所利用? 常有人议论说,长久不赦免罪犯,奸鬼之徒会越来越多,官吏难以制止,应该及时赦免,以减少犯罪的人数,这是未找到治乱的途径,不了解祸福的起因。 杜辽将军黄府归辞官,返回家乡安定郡,有一个同乡,用钱买了燕门郡太守职务,离职返回家乡,有一天,这位花钱买官的太守,递上名片,玉叶见黄府归,黄府归躺在床上, 不肯迎接这位太守,太守进门,问黄府归,清此前在郡府吃得大宴,味道还好吧,过了一会儿,家人又来报,王府来见,黄府归久闻王府大名,急忙从床上起身,衣服来不及扣上袋子,他拉着鞋子,出门迎接,黄府归拉着王府的手,返回室内,与王府同床而坐,两人相谈甚欢,当时人为此称赞,徒为二千十,不如亦如生意思是说, 书生以道义为重,理应受到尊重,王府终身没有出世,在家中去世,仲长统,自宫里,山阳郡高平线人,仲长统,从小好学,博览群书,文笔甚好,二十岁时,仲长统,在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间游学,广交朋友,樊与仲长统交往者,均对他的学问表示赞赏, 并州刺史高干是袁绍的外甥,一向敬重有名望的世人,招揽四方游学知识,世人也大多愿意归父,仲长统来拜业高干,高干盛勤款待,就天下行事,向仲长统征询意见,仲长统对高干讲,均有大志而无雄才,好事而不能责人, 此刻以为君所借也,高干自负,听不尽仲长统的劝谏,仲长统词别高干,扬长而去,没过多久,高干在并州,反叛朝廷,招致败亡 并州,冀州的世人认为仲长统有先见之名,仲长统性情替躺不羁,敢于直言,不拘逆小节,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滔滔不绝 当时人称仲长统为狂生,每当周骏征兆,仲长统都会称病,不肯应兆 仲长统认为凡向帝王游说者,都是想扬名于事,然而民不长存,人生易灭,悠哉悠哉,何不乐以自于 仲长统欲找一块清静,旷达的地方隐居,以乐其志 仲长统说,如果居住有良田,广宅,对山面水,沟池环绕,竹木遍布 仲长统置于房前,果园栽置房后,有舟车带步,可以休息四体 赡养亲属有真修,身边七奴无劳苦,凉棚聚会,陈九瑶以渔之 家时即日,亨高屯以奉之,漫步于七浦田园,游戏于平邻旷野 角着清水,木竹凉风,锤吊游礼,飞翼高红 奉送于五渔之下,饮涌于高堂之上,安享归房之乐,似老庄之玄虚 呼吸新鲜空气,求达人之仿佛,于少数之己,谈论经书道学,抚养天地之间,评点人物之是非 谈南风之情,发青商之妙曲,逍遥仪式,闭逆天地 不受世俗之苛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此这般,可以灵消汗,出宇宙 为何要攀附帝王缺门,众长统曾经写下两首诗,以名其志 诗中讲,飞鸟一记,蝉蜕王壳,腾蛇气灵,神龙丧脚,闲者能辩,达氏脱俗 成云无配,逞风无足,垂鹿成为,张霄成卧,沆蟹当餐,九阳带竹 恒心燕珠,朝霞润欲,六合之内,自心所欲,人事可疑,何为局促,大道虽宜,见者几何 任意无非,事物无可,古来绕绕,委屈如所,百律何为,至要在我,记仇天上,埋幽地下 叛散五经,灭气风雅,百家砸碎,尽情火灼,抗制山漆,游心海佐,元气为周,威风为夷,得乌恶舵 敖游太清,纵义荣也,尚书令寻玉,久闻仲长统大名,非常清静,举见仲长统为尚书郎 后来,仲长统在曹操幕府参谋军事,每当与曹操谈论古今,即当下见闻 长激愤不已,浩然叹息,仲长统诸书昌言,共计三十四篇,有十余万言 县地驯卫那一年,仲长统去世,享年四十一岁,有人东海郡人谋习,常谈起仲长统的才气 辞章,认为仲长统足以与西汉文人董仲书,假意,刘相,杨雄相媲美 这里锦摘录,仲长统书中,有益于实证的篇章,附录如下 李乱篇讲,豪杰能接受天命者并非从刚一开始,就已经享有获得天命的名分 天下大乱,在战乱中崛习者,不乏其人 在当时,英雄豪杰均能够借助武威,盘踞一方,豢养智谋之士 逞凶斗狠,与我等一决雌雄,致使天下人犹疑不决,不知天下将归于谁手,这样的人难以计数 以才知较量者,穷尽谋略,以武力较量者,疲惫不堪,形势所迫,已经没有再顽抗的力量 这才俯首任命,前来向我等投降 这其中,有些曾经是尊长,有些与我等同舟共济 有些曾俘虏我等,有些囚禁我等,此时也不得不俯首帖耳 或许心中仍在诅咒,希望我等功败垂成,他们可以东山再起 以奋其前置,怎么可能会终生为我所用 即至帝王即位,明心已经安定,普天之下,享有太平,顺应朝廷,安享富贵,抚育子孙,繁衍生息,天下艳然,借向新归父,豪杰争霸之心已灭 世民太平之意已定,家家享受安乐,安居乐业,皇上成为天下独尊 当此时,即使下鱼之人身居高位,也能辨识恩惠,其微是撼动鬼神 疾风暴雨,电闪雷鸣,不足以逞其微,阳春何旭,时雨甘霖,不足以显其恩 即使周公,孔子在世,也难以再显示其圣迹 即使有百万雄狮,犹如梦奔,下雨,也难以展示其微风 后来继位的帝王,看到天下不敢再违逆朝廷 自以为天下不会再亡,遂放纵淫欲,纵横其邪辟,君臣同恶,上下相随 眼里看到的是脚底游戏,耳朵听到的是正位银声 进入后宫,沉溺在妇人怀中,走出宫廷,驰骋于田野狩猎 荒废朝政,废弃人才,纵情迎乐致死,无所顾忌 身边的宠臣,更是些阿鱼禅宁之辈,奉银拍马之徒 安享尊荣,乐享富贵者,皆为后宫外妻 犹如恶狼看守刨除,恶虎放牧小猪,虽将天下财富尽情挥霍 还要敲骨膝碎,天下百姓,有怨无处申诉 最终导致动乱,中土扰攘,肆意反叛 天下土崩瓦解,群臣叛离而去 再往西,由朝廷豢养的子孙,都成了瞬息朝廷高知的仇敌 直至时运衰竭,世不再来,仍然不知醒悟 犹如生就的不仁不义,沉溺于淫邪,不能自拔 天下存亡,朝代更替,政治动乱,周而复始 天道轮回,成为常数,处理朝政者,苟且度日已久 绝不会考虑闲与有别,以此判断胜衰之术 施政不以古人为鉴,难以持久,难道不是这样 汉建国以来,编入户籍的百姓,以财力资助君主者,世代不绝 操守清廉之势,只能徘徊于荆棘之间 难有出头之日,对于风俗教化,无所避意 豪门大户的房屋,高楼联动,大厦相主,高于之地,遍野 奴婢成群结队,钻银依附者,数以万计 家中使用的舟船,车辆,往来贩运买卖,遍布四方 囤积货物的仓库,遍布都城 珍奇宝货,聚舱难以容纳 马,牛,羊屎,山谷难以填满 妖童美妾,游走于亭堂 昌幽歌迹,列阵于亭院 宾客等待夜间,不敢离去 车骑交错于世,不能前进 三生屠宰之肉,已经腐臭,不可食用 清纯美酒,已经变味,不可饮用 左顾右盼,是从随其目光而转移 喜怒哀乐,扑切随其心思而忧虑 这就是公侯的最大乐趣 有享用不尽的财富,运用奸诈桥尾 就能获得一切 所有这一切,世人不会认为是桥取豪夺 水沙一旦打开,波涛汹涌 道路一旦打开,四通八达 要求世人舍弃荣华,甘居清平 放弃享乐,忍受束缚 谁肯这样做 因此说,乱是长而胜是短 人逢乱世,小人会得到尊宠 君子能忍受清贫 君子贫贱,天高地远 仍然担心会遭受祸殃 处于清明盛世,又会重蹈奢靡之徒 老者愈发老矣 不能忍受宽裕带来的俗气 少者愈发壮矣 重新受困于世代衰微 因此,奸人可专善无穷之福 善人须忍受不赦之祸 眼睛能辨别色彩 耳朵能辨别声音 嘴巴能辨别滋味 身体能辨别寒温 就应该截身自好 坚守极恶如仇 如果人的智慧能够避免重蹈覆辙 还会在享乐时 忘却衰败时的悲哀 这就是人主一而在 重蹈覆辙的原因 春秋时 周时走向衰落 直至战国 天下大乱 秦国以兼并之势 逞其虎狼之心 屠戮天下 吞食人民 暴虐无道 最终父王 继而楚汉相争 用兵之苦 更甚于战国 圣汉二百年 又遭遇亡莽之祸 计算在祸乱中死去的人民 数倍于情末 楚汉相争 即至今日 民都变成废墟 无人居住 百里沦为荒野 无人来往 这样的惨剧 难以胜数 又超过新莽石 悲夫 不到五百年 天下遭遇三起大难 中间的动乱 难以计数 祸乱使得人心不稳 相互猜忌 时间越久 情况越糟糕 长此以往 难以想象 接乎 人们不知来世 是否有圣人出现 挽救乱局 采取何种方法 也不知道天下 何时能结束结束 又如何结束 损一篇讲 制度的建立 只要有利于天时 国家治理 就可以实行 一旦法律过时 有备于天理 就需要更改 在古时 执行有效的制度 和法律 对今天的治理 不再有效 就要改变 通过改变 仍不如前 通过实践 有些不成功 也不是不可以恢复 汉剑国初 分封子弟为诸侯王 诸侯王治理 国内的百姓 手中握有生杀大权 这些藩王 交涉淫义 放任自私 变得无法无天 他们在国内 愚肉百姓 满足其享受 与姊妹私通 放纵其淫欲 对上有篡位 谋逆之野心 对下有残杀 无辜之凶残 虽然与皇室是亲戚 造成这样的恶果 也是刑事使然 此后 几时皇帝 贬低藩王 消夺其封土 藩王的势力 遭到削夺 只能坐享租税 然而 仍然有顽固子弟 逞其恶行 犯下淫乱之罪 这样的势力 仍然很多 因此 从根本上 消夺藩王的权力 适当施以恩义 让藩王 借一日之尊 享受封国的财富 在国内 诸侯王 享有特权 把王位传语后嗣 朝廷不能 仅以刑法 加以惩罚 也不能放任 藩王 为我独尊 为所欲为 时势凋敝 风俗改变 淳朴之风已去 奸诈侨伟盛行 受封子弟 在封国逾越理智 放任自私 已经很久 不可授予其权利 任其为所欲为 还要收回传世的权利 削弱其势力 善良者提拔 邪恶者贬处 让下面的藩国 没有雍智之士 朝廷没有专权之臣 这样的改变是善举 应该尽快施行 景田制的改变 富豪转而经商 他们的管设 遍布周骏 田愁主望 富豪未曾有相利的任命 却可以穿 三尘龙纹的衣服 未曾编户 不为衣物之长 却可以享有 牵食护翼的摇曳 富豪享受荣华 其奢侈超过风君 其势力比列俊首 富豪任意经营 犯法不用作奸 就连刺客 赶此之事 也愿意为其效力 而贫若百姓 孤苦无缘 衣服破旧 寄人篱下 死后无钱并恋 蒙受冤屈 无处申诉 虽然也有法网疏漏的原因 其根本 还是富豪占有田地太多 没有受到限制 如今 朝廷重申太平治纲纪 对百姓推行教化 消除贫富不均的状况 纠正奢靡之风 非施行景田治 难以达到目的 以往更改景田治的做法 看来是失败的 应该恢复旧有制度 废除肉刑 刑罚的标准 难以掌握 减免死刑 下面就是昆钱 昆钱以下 就是鞭刑 死者不可以复生 昆钱不会伤及人命 鞭刑行 鞭刑不足以惩治 中等以上犯罪 没有肉刑 怎么能行 像鼠窃狗刀之徒 男女淫乱私奔 用酒牢贿赂犯罪 斗殴食物伤他人 都不会构成死罪 如果杀头 惩罚太重 如果判处昆钱 又显得太轻 不制定肉刑 怎么惩治中等以上犯罪 制定法令 不能没有轻重区别 否则会妄杀无辜 如今的问题 刑罚过清 不足以惩治犯罪 官吏贪赃货罪 在狱中 以疾病死 逃避诛杀 定型的律条 没有一定标准 名识不符 陈丹兴 这不是帝王制定法律的目的 也不是圣人制定制度的初衷 有人会说 对恶人 用刑可以重一点 如果犯法的是善人呢 也能用重刑 实施刑法 不冤枉善人 善人有罪 不至于处死 这是忍心杀人 不忍心使用肉刑 如今 五种刑罚各有标准 轻重程度 法律条文有序 名识相符 只要不是杀人 谋逆 造反等禽兽行为 罪行重者 都可以不杀 按照周氏制定法律的原则 续写旅行 制定一部新的法典 一经讲 阳挂是一军二臣 这是君子之道 阴挂是二军一臣 这是小人之道 那么 少数人是人上人 大多数只能是人下人 一个武夫之长 管理武夫 一国之君 治理一国之众 天下人的君王 治理天下人民 于民为智者所义使 好像树枝附在树干上 这个道理 是天下常法 建立国家 要把人分类 建立制度 要因人而移 分管各种事物 人民居住的地域遥远 难以安随 正是过于集中 难以处理 如今 过于遥远的州 县 有些有数百 上千里 有些地方 地处山区 有些地方 多沼泽湖泊 仍然有人居住 重粮 朝廷应该划定疆界 让过于遥远的地方 距离县意中心 不超过二百里 在户籍上著名 以便于查阅 便为十五户籍 便于相互联系 限制每户耕种的田地 以防止兼并 制定五行法律 有利于制止犯罪 朝廷增派官员 有利于治理 督促农丧 有利于百姓 加几人族 抑制经商 有利于发展农业 敦促学校建设 有利于培养道德 表彰善行 有利于风俗教化 考核才艺 有利于量财录用 选拔金状 有利于习武守土 整修武器 有利于防守攻战 严格法令 有利于防止僭越 重性赏罚 有利于承恶扬善 纠正荒息 有利于杜绝奸邪 严格纠察 有利于制止暴虐 以上十六项 是朝廷施政的要务 执行时有常法 考察时有范围 和平时期 防止官员懈怠 一旦有事 也不会惊慌失措 即使圣人出世 也应该这样施政 在以往 天下的户口数 超过一千万 除了老弱 每户有一个壮丁 就有一千万壮丁 这其中 还有许多遗漏 此外 蛮夷戎敌 居住在汉地者 还没有统计在内 每十个壮丁 必然会有一个 能胜任十五之长 推举十长以上的官吏 就有上百万人 十人取一个 任命为宪佐 相使 就有十万人 十人取一个 就有上万人 可以辅佐朝廷 处理政务 以体力出卖劳动者 是劳动人民 在人民中 选拔壮丁 以才智 贡献能力者 是世人 在世人中 选拔齐年 尊者 按照这种方法 选用人才 就会发现 天下的人才 绰绰有余 怎么会没有人才呢 只能说没有利用 不能说找不到人才 人才没有得到重用 不能说缺少人才 这样看待问题 充分利用人才的能力 了解人的愿望 振兴颓废 利用人才 网络遗漏 符合天人合一 有人说 善于为政者 虚除去凡科 朝廷裁撤官员 减少机构 以无为而至的态度 做不可为之事 为何要这样 答 这样一来 夏商周三代的圣人 不足以羡慕 亡古的圣人 不足以效法 君子以法之手段 让民众服从教化 小人以法之手段 令天下大乱 都是以法之手段 前者重视教化 百姓变得熏熏有理 后者强调惩罚 天下陷入混乱 出发点不同 譬如 让豺狼放牧羊群 让道职负责征税 一定会陷入混乱 官吏放纵自私 维护国家利益时 又怎能制止恶行 世人只有由君子治理 才能实施教化 国家拥有丰厚的储备 才能渡过难关 人不能仅为了温饱 从事农丧 国家储备 同样不能横征暴敛 官员享受优厚的俸禄 可以杜绝官商勾结 盘剥百姓 国家拥有丰厚的储备 遇上冰灾 水汗 不会有仓领匮乏之忧 所以说 官员通过正道取得俸禄 百姓不认为是巧取豪夺 官府通过正常渠道征收复脸 百姓不抱怨复脸沉重 有了天灾 官府开仓放粮 鱼以震 待 不义人呼 百姓衣食有余 减少奢侈淫迷 朝廷不施恩德 不义一呼 君子所处的地位 是市民百姓的楷模 享用美味 锦绣 出行乘坐珠轮马车 如今的社会舆论 认为居住在漏屋 才是高尚 仅享用蔬菜 才是清廉 这就失去了天地本性 鼓励虚微角逝 让玩弄小智者 居于高位 各项事业得不到发展 原因就是认识有无区 得到清廉世人 失去以才能治国 建功立业者 以连接取世 以贪婪去世 这绝非君王取世之目的 选用官员 要选用有才干的官员 有才干的官员 富者少 贫者多 俸禄不足以供养家庭 怎么能阻止官员谋取私利 以此定罪 犹如用陷阱等待君子 盗贼加上饥荒 九州各地 此起彼伏 鸡井连年 军队征战不休 富脸繁多 百姓穷困 缺减官吏的俸禄 赖以为生的钱减少 巧取豪夺的财富 必然增多 军队在万里以外征战 军响转输 首尾难以兼顾 摇曳沉重 农业劳力不足 依照百姓 呼喊苍天 贫苦百姓 辗转于沟壑 如今 按照土地肥瘦 计算架色收入 每亩地产粮三壶 每壶征收一斗赋税 还不是太多 一年收获 可以有数年的积蓄 即使有姚役 加上奢侈盈迷 皇上向爱信之臣 施与恩惠 也不会耗尽国家财富 不遵循古法 施行轻姚伯父 一旦出现警训 一地受灾 继而连续三年 再审计财政亏空 做事战事 以舒适果腹 路上的恶嫖遍野 作为帝王 能这样施政吗 二十税一 是古代末国的税制 更何况和施行三十税一 减少官吏的俸禄 用以增加军费 最早源于秦国征伐 小山以东诸侯 开疆拓土 征伐四夷 和继承秦治 没有更改 国家动乱的原因 皆在于此 如今 土地没有长主 百姓没有长居 官吏的俸禄 只能按日发给 官员的品级 没有长法 朝廷应该确定制度 统一标准 租税以十一为标准 更付照旧 如今的土地 可谓的矿人稀 中原的土地 还有很多没开垦 尽管如此 仍然要限制兼并 豪门大姓 不允许拥有太多土地 地上长草的土地 一律作为官田 有务农能力的百姓 提供给他们耕种 如果听任百姓战友 此后 一定会留下后患 法界篇讲 周里有六部经典 周冠记载的大臣 辅佐周王治理天下 到了春秋 诸侯重视德行 一位上卿辅佐国君 到了战国 还是这样 秦国兼并六国拥有天下 开始设置丞相 以玉石大夫为父丞相 从高地到孝城地 丞相 玉石大夫的设置 没有更改 大多数丞相 玉石大夫 任职直至退休 汉朝之所以兴盛 官员稳定 是一个原因 把朝廷重任 放在丞相身上 正式专一 任命多人负责 就会相互推诿 朝政陷入混乱 政令统一 事业发达 朝政混乱 事业停滞 光武帝感叹汉氏 前几世皇帝大权旁落 奋恺朝中全臣 窃取帝命 欲缴网过政 朝政不下宜全臣 虽然设置三宫 朝中正式归于上书台阁 从此以后 三宫之职 仅为备员 然而 朝政没有及时处理 三宫仍然会遭到责备 尤其是朝廷大权 下一制外戚首领 皇帝的恩宠 便失于靖臣 换官 这些靖臣 换官 又争相任用党徒 重用私人 在朝内 这样的人 充斥京师 在朝外 这样的人 遍布周骏 这就颠倒了咸鱼 导致选贤任能 形同虚设 很多无能官员 负责镇守边境 贪赃枉法 虐待边民 导致肆意愤怒 相继叛离 边境霍乱不断 百姓怨气冲天 阴阳失和 日月星三光失序 异象频繁出现 水汗灾害平仍 民宠肯食庄稼 这些都是外妻 宦官把持朝政所制 朝廷把责任归于三宫 横家斥责 侧免 甚至处以死刑 令人呼喊苍天 浩淘气血 在汉代中期 选拔三宫 强调清廉 谨慎 能够遵循常规办事 这样做 犹如附到人家的规矩 乡理人办事的要求 怎么能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任职能力如此 选拔官员也是如此 希望朝廷三宫 为国家建功立业 为朝廷创立政绩 岂不是南辕北辙 再往西 文帝对于姓陈邓通 可谓之爱 仍然尊重丞相 申徒家 对邓通 严加深斥 皇帝对待姓陈 是这样 对身边的小陈 又何须担心 到了静世 外妻 宦官请托之风盛行 如果不能满足要求 就会遭遇不测之祸 执法官员 如何纠察 弹劾这些人 从前 任职的官员权力 责任重大 责罚较轻 如今 任职的官员 权力较轻 而责任很重 在往西 贾义深感 将侯周伯 受到的处罚太重 向文帝强调 要重视大臣的廉耻 再以后 大臣有罪 以自杀了断 相言成习 后来继位的皇帝 对此习以为常 没有人明白 为何会这样 呜呼 悲哉 左手握着大权 右手却要准备 以自吻了结性命 即使愚者 也知道这样做很难 更何况明哲君子 光武帝夺去三宫的权力 如今 更有甚者 不给皇后亲属权力 即使皇帝都是这样 皇帝的亲书 变得很微妙 母后的亲属 皇帝身边的近世 享有权势 变得尊贵 福音传至万世 历史上 因为所用非人 造成货败 每个朝代都有 陛下仍然没有警惕 真的令人痛心 不如设置丞相 总理正是 如果委任三宫 也应该厘清责任 凡在朝中当政者 皇帝不应该与其结成殷亲 一旦结成殷亲 就不应该再当政 如此一来 一旦在位者 疲惫百姓 举荐不重用贤者 导致百姓感到不安 争送不息 灾疫频发 人物多妖 可以追究其责任 朝廷予以致罪 人们常说 朝政放在一人身上 权力太大 答 人才难得 岂可因为权力太大 就放弃人才 再往昔 获雨 窦县 邓智 梁济之流 借着外戚的权势 操控权柄 极致辅助被杀 仅凭赵书一封 瞬间将其诛灭 何须畏惧权力太大 如今 朝廷将神明之权 交与敬臣 把权力输送外戚 算起来 时事皇帝 有八九个 都是这样做 不归罪外戚 敬臣 却怀疑丞相的权力太大 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评论如下 百家之言 义政者很多 义政的内容 大多归结为 顾本强击 隔除石壁 这些政论家观点不同 有些建议偏颇 杂乱 对于是非的看法 众说纷纭 意见相左 我这里顾望论之 当今之事 已经不是上古时 和虚是 神农士的世代 人情乖谬 思想复杂 人们的欲望 难以得到满足 即使有通晓万事的本领 也不能预判 各种情况出现 山川的险峻 不足以研判 人心的险恶 世间的俗世 更难以找出详尽的答案 按照常理去做 其实殊途同归 莫不是为了天下太平 人的才能 品行书役 插之毫厘 谬以千里 夫妇和言 明君圣王出世 则会天下太平 普天同庆 至于施舍 安抚之道 并没有什么不同 至于礼仪损益 时代不同 有文 有志 无非交替使用 施政的方法 有些明显 有些隐晦 用兵 祭祀 与古时的理念 并无差别 至于皇帝的皇屋左度 冠冕玉符 会有些变化 然而强调教化 万变不离其宗 像周代的辅行 对公族宽幼 对储君用刑 宽幼 用刑 交错使用 对基于皇权的防范 始终如一 这些措施 分流 而共缘 百律而一致 一开始矫情 而后就会矫枉 可据吕霜 其弊端在于 太过简朴 一观楚楚 又强调避免奢靡 对诸侯宽厚 还要防止其伟大步调 诸侯势力太强 则会视乡凌弱 使用严刑骏法 科正 又会招致社会动荡 这些为诗经曹锋 诗经卫锋锋讽 考察国锋 了解民情 周时衰微时正是国风中的王朝末世 对于施政者决定国家兴衰 或烦 或解 要与世代相适应 或猛 或宽 要与问题相匹配 在春秋 刑法捐刻在顶上 有历史记载 高祖约法三章 贵在能够适应形式 郑国大夫太叔 有猛证之美誉 父亲子产去世 国人为之流涕 赵宣子更改法令 以严酷治国 汉书萧归曹随 获得赞誉 这些都是因识 因识而变化 有章有迟 可以为后世所效法 数位贤士对于实证的评论 强调得失 提出纠篇 议论多有错谬 更多的是以儒家观点 偏执于异于之见 重视亲近治国者 把这些看作是俯儒之谈 寻民求使者 把这些看作是诸下儒生的通病 有些儒生 推崇前代圣王的治国之道 或可施行于当下 有些儒生 引经据典 抛出挽救石壁的良策 或可流芳于后世 言之凿凿 其实并无大用 犹如舟传 不能在陆地上行舟 犹如情色 需要改弦更张 按照实际情况 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不可仅拘逆于儒家经典 治国理政 终究会有方法 暂且把理论放一放 暂词如下 管事好篇 群言难依 旧谱虽文 脚持必及 举端自理 置于则失 相关时度 承招证数